哈喽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在菲律宾啊 有没有经常经历停水 反正我家这儿是经常停啊 这不这周末就又停了 每次都赶个周末停 这下剩一大堆衣服都不知道该怎么洗了 而且这次停水啊 应该只是我们这一栋楼停 看楼道里面房东给摆上这种水桶啊 可以应急摇个水 该洗的衣服也得洗啊 要不明天上班都没衣服穿了 我把它送到外面的洗衣房去 反正也是出去洗一会儿啊 把这个床单也拆了洗一洗 那我现在就去找一家家附近的洗衣房 把这些衣服去洗了 离家五分钟的路程就找到一家洗衣行 里面都是一台一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 然后这儿竟然还是self-service啊 要自己往里面放衣服 感觉我带的这一篓子衣服 正好能把这个洗衣机装满 然后就可以选一款这个洗衣粉了 阿德安诺坡的bestseller 好 好 这个粉 正好 你可以洗衣服吗 放洗衣粉这块不是自助服啊 有贴心的小姐姐帮你安排 一套插卡按钮 关盖子操作 行用流水 那我就把衣服给它放在洗衣房里了 一会儿说是一点左右 过来拿衣服 就应该也是洗好也吹干了 不是烘干了 用热干了有一句下来的 在洗衣服上